精致的素食料理 装在日式便当盒 在游雪兰儿近丝书宣志工 带领来自槟城教育职业体教师 和安心班的孩子 每人手捧一份 缓缓送上给来宾 前一两天我们需要制作萝卜糕 把我们那些六公格的盒子 要清理干净 然后当天我会动用了13位志工 有七点半早上我们开始做到十二点 刚好那时间也做得非常的棒 高级餐厅等级的心灵饗宴 为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 愁目善款 六十位民众慷慨不令 贡献爱心 土耳其视频其实我看了 我是很很伤心啊真的 因为我在这里这么舒服 吹着冷气 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被服饰 然后在看影片里面 你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我也是有捐一点点钱 全部人一起做好事 做慈善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四十位来自槟城教育职业体的师生 趁着雪龙人文之旅献出首语演绎 本地歌手杨伟翰也即兴献唱 温暖歌声飘扬 两个小时的心灵饗宴 汇聚的爱 祝福远方的灾民 带来新闻 真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